中共為何要驅逐四大會計私事務所呢? 王毅會晤普京幫習近平鋪路 普京和拜登唱對台戲 特朗普捲土重來豪然令人震撼 2月22日就有消息說中共政府已經要求各有企業停止使用四大會計私事務所 引發輿論嘩然 據悉這是中共財政部發布的指導意見 就建議說國有企業和普華永道、安永、不馬威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同到期後不再續約了 普華永道、安永、不馬威和德勤是全球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簡稱四大 中共財政部的這項指導意義是在中共政府去年與美國達成協議 允許美國審計機構檢查數以百計的在紐約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審計底稿後發布 根據了解這件事的消息人士說 中國境外的公司仍然被允許使用美國審計機構 不過這些公司的母公司就被指示使用中國或香港的會計私事務所 因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都會對這些數據安全感到擔憂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俄烏戰爭 星期五即2月24日是俄烏戰爭爆發一周年 普京還未能完成通過閃電戰佔領烏克蘭的預期 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大力幫助下 烏克蘭到現在都還在頑強抵抗俄羅斯的入侵 隨著俄烏戰的繼續 西方和俄羅斯以及支持俄羅斯的中共的關係 就不會放越下 世界兩大陣營立場更分明 2月22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最高外交官王毅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會晤 在普京的烏克蘭戰事嚴重受阻 美歐警告中共不要對俄提供實質性支持的大背景下 普京和王毅的這次會晤就被受關注了 普京利用這次會晤就極力向西方國家釋放俄中團結的信號 還說俄中關係正在達到新的里程碑 王毅就告訴普京俄中俄關係堅如判捨 不會屈服於來自第三國的壓力 在王毅訪問俄羅斯之前 美國總統拜登剛剛訪問了烏克蘭 並在2月21日在波蘭首都華沙發表俄烏戰一週年演講 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引起了西方的密切關注 因為外界擔心中俄兩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可能會影響近一年的俄烏戰爭 就在王毅抵達莫斯科前夕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公開表示 自戰爭開始以來 北京加深與莫斯科的關係 令人感到不安 美國和歐盟也密切關注 中共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等致命性援助 美國表示 有證據表明 中共正在考慮這樣做 在王毅訪俄前 美歐紛紛警告說 北京如果這樣做就會跨越美歐的紅線 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在星期三的會晤中 普京和王毅是否談到了武器供應問題 也是外界猜測的重點 王毅的這次高調訪俄 被廣泛認為是 普京和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會晤的前授 2022年12月 普京和習近平舉行了一次視像會議 並邀請了習近平在2023年春季訪問莫斯科 知情人士的爆料說 王毅可能會在莫斯科訪問期間 討論習近平的訪俄行程 今次與王毅會晤時 普京承認目前國際形勢十分困難 並表示歡迎習近平訪俄 普京說我們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訪問俄羅斯 在王毅會晤前一日 普京發表了一次重要的講話 就再次將俄烏戰的責任歸咎於美歐 並且說美國及其歐洲盟友 通過拉攏烏克蘭政府和歐洲的關係 而引發了這場衝突 普京星期二在莫斯科發表 年度國情之文演講時指責 美國及其盟友將烏克蘭衝突演變成全球對抗 他宣布暫停俄羅斯與美國之間最後僅存的核條約 這令人想到了冷戰時期的驚天動地緊張事件 在一百分鐘的演講中 普京大部分時間都在談論 令俄羅斯為長期對抗做好準備的具體細節 普京就死雞撐飯幹 不承認俄羅斯軍隊遭受了重大損失 他承諾參戰的士兵和認證入伍者 每六個月會有兩個星期的假期 他還敦出寡頭把他們的錢帶回來 因為普京認為西方國家是不可信的 他承諾改變俄羅斯的教育體系和科學技術政策 而幫助俄國度過制裁期 不過針對普京指責美歐的言辭 北約秘書長賢斯斯托爾·騰貝格 就回應說是普京總統發動了這場抵角式的征服戰爭 這對我們自己的安全和整個世界都是危險的 就在普京發表演講之前 拜登在波蘭首都華沙發表了俄烏戰一週年演講 拜登和普京這兩位領導人相距大約1,100多公里 已經講相差了幾個小時 毫無疑問就是一場對台戲 對於烏克娜未來的看法 拜登和普京的認識就大相徑庭了 針對誰是這場長大一年的血腥戰爭的聚灰禍首 他們就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聚訊 不過他們似乎是在一點上達成了一致 就是說衝突有排都未完 拜登就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歐洲拖入了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暴行 幾十萬人傷亡,整座城市被毀 他指責這位俄羅斯領導人犯下輕足難書的暴行 並呼籲全世界站起來對抗他和其他暴軍 拜登就沒有像去年3月在華沙那樣說普京是戰爭罪犯 不過他對普京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 包括綁架烏克蘭而同意圖竊取該國的未來 以及撤斷烏克蘭穀密的出口長達幾個月 導致全球糧食短缺 發表這些講話的時刻就很關鍵 雖然歐洲盟友比一年前更有效的團結在一起 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但在星期日結束的穆尼克安全會議上有跡象表明 很多歐洲領導人想知道他們是否能維持 目前對烏克蘭的武器、政府支持和人道主義援助上的支出 拜登的演講中沒有明顯的新政策 不過拜登就承諾在本周末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 並表示我們將追究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的人 拜登就沒有提到制裁的局限性 不過西方已經發現中國、印度和土耳其等國 一直在購買俄羅斯石油產品 拜登和他的助手還擔心 這場戰爭可能會陷入疆局 雙方都不會談判 但都沒有辦法扭轉局勢 就在拜登訪問烏克蘭之際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他創立的真相媒體發表影片說 拜登正在將美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特朗普說拜登正在系統地 或者在不知不覺當中將美國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認為美國從來都沒有像現在一樣 那麼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 2月28日特朗普將會正式啟動2024年重返白宮之路的競選活動 他誓言將向腐敗的政治機構發 對於俄烏戰爭 特朗普發表豪言說 如果他當選總統 將會在24小時內 談判達成和平協議 結束俄烏戰爭 特朗普在新罕布夏州共和黨聯會上說 我現在比以前更加憤怒更加有決心 我們需要一個準備好對付浪費國家力量的領導人 需要一位可以在第一天就開始行動的總統 特朗普還預言了拜登領導下的美國的暗淡前景 並誓言說要扭轉通貨膨脹 確保美麥邊境安全 廣告美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地位 他說由於軟弱和無能 拜登將我們帶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我們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我再說一次 免得有些人不知道 作為總統我將會通過實力帶來和平 他形容拜登在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是蠢得死的 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並聲稱如果他當總統的話 24小時內就可以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達成和平協議 特朗普隨後去了南卡州 在這個州的州會議大廈 就對現場觀眾說 2024年的選舉是我們拯救國家的唯一機會 我們需要一個在第一天就準備好這樣做的領導人 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挑戰整個體制的總統 一個可以獲勝的總統 好了各位觀眾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是趙長哥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subscribe、給like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